但如果我們要體現問責制 當然下台並不是唯一的方法 但現在大家看到他們的態度 一個一個都是這樣的時候 如何體現問責制呢? 我記得2002年 董先生引進所謂的高官問責制 但這次大家清清楚楚看到 事實上沒有人負責 如果你問我哪個局長或司長 是最應該承擔責任 我本人認為除了行政長官之外 是鄭若驊我們的律政司司長 因為他是特區政府最高層的法律顧問 他不可能不了解逃犯條例 對我們法治 對我們人生的安全和自由 帶來這麼大的衝擊 他有沒有向行政長官直言進言 不可以走這條路呢? 如果有問題 是要考慮其他解決的方法 而不是拆毀我們這部很需要維持的防火牆 似乎他做了相反的工作 所有人提到的建議都是 這個不可能 這個不可能 全部都不可能 挺奇怪的 外面那些都是律師 資深大律師 律師公會 但法律意見似乎只是他唯一才是準確的 以及以往我們都很尊重大律師公會 律師會的意見 今次屢律大律師公會 提出種種關注 很詳盡地解釋 你都置於不利 在問責制下 你認為律政司司長應該如何負責這件事? 律政司司長應該鞠躬請辭 這個就要下台了 下一步大家都會問 政府如何走下去 如果你真的要給一些意見 接下來可以怎樣挽回一些 都不可以挽回很多 跟市民互信 之後的合作應該如何走下去 我覺得有幾點行政長官可以做得到 首先他要盡快回應市民的訴求 就算全部不接納 為什麼不可以立即答應 撤回《逃犯條例》收定案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盡快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第三 我覺得行政長官 希望如下三年 能好好管治香港 得到市民的信任和支持 他要改變領導和管治作風 首先他要一視同仁 不能夠在立法會 只是偏幫 只是聽建制派議員的說話 而將泛民的議員全部置於不利 這是第一點 第二 他要用一個很包容的態度 特別是委任行會成員 或其他主要的諮詢架構 不可以一言堂 要委任不同背景 不同政見的人士 鼓勵他們向特首直言進化 第三 他的管治團隊 也要聽他們的說話 一個人只是聽自己的說話 不能夠雜思廣益 始終有朝一日會撞大板 如何修補和年青人的關係 年青人要跟他們對話 但首先你要給他們的感覺 我是站在你那邊 我認同你的價值觀 我會盡一切努力 將你們的心聲 向北京反映 另外他需要做一件事 他應該要求北京 停止中聯辦干預香港內部管治 根據《基本法》 任何駐港機構 不能干預香港內部管治 這是特首和團隊的責任 為什麼近幾年 我們每天看到中聯辦 超過干預 以往還要掩飾 現在完全不需要掩飾